為了備戰十月開打的U23世界盃棒球儆標賽 中華棒協在一月底公佈了中華培訓隊名單 分為三十六人集訓名單 以及二十四人觀察名單 主要由U21以及世大運國手為班底 再加上年輕的大專豪手組成 由國裡建復總教練領軍 從二月一號開始在開南大學集訓 先把年輕的啦 還有之前的中華隊的班底 就大家集合先做訓練 當然這一階段一樣就是說 會量會比較多 不管是打擊或是跑步 或是在他們做一些體能跟重量上 都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按照古法 先把一些先儲存起來 力量儲存 然後過完過個年 然後再回來再繼續的 就繼續的練習這樣子 這次U23世界盃零選 採取分階段篩選 三十六人集訓名單 以大專身為主 第一階段集訓到三月一號 之後便各自回歸母隊 教練團預計五月份 再提出一份新的六十人大名單 進行第二階段訓練 屆時除了大專球員外 名單內也將有可能 南瓜中職及旅外球員 那當然這次採的這種方式是說 隨時你就要保持自己在名單內 那你就是不斷要加強自己 那如果說你是受傷或是你是 不是因公受傷 而是你在私生活上或是什麼樣 你去受傷馬上就會被替代 從二零一四年U二十一世界盃開始 國里建福接連帶領這個年齡層的球員 屢次闖出佳績 這次要透過完整長期的培訓 訓練更多可用之兵 不只要在U二十三世界盃摘金 最終目標更放在二零一七市大運 外體育新聞 郭登陽 劉婷瑜採訪報導